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睡觉大家应该不难 叫做sleep 所以听到sleep那个答案就应该是我们选的 好 那么在第一题里面会有四个答案 所以各位请准备听一下 请准备 各位朋友刚才其实你在a的答案里面就已经听到sleeping了 那么这种看图选达的这种题目直接了当 他不会跟你绕圈圈 说有什么陷阱 听到他就是了 几乎就不要浪费时间再听下去了 所以我们再准备来听一次 这次请各位看着这个英文的字幕 来听听他在讲些什么东西 请大家准备再来听一下 好 各位当时他讲的第一个答案就是 the man is sleeping at his desk 这个男人正在他的桌上睡觉 所以答案就是选a选项 那么各位朋友 当然听一定要多听 可是更重要的要反过来 你自己要念 你要念的跟他的感觉很像 各位注意到没有 当他念出来之后 中间不会停顿 中间不会犹豫 中间不会念错 所以这也是你的基本的一个功力 如果在你的脑海之中有这样子的声音的一种影像 你再去听他就会比较容易了 所以各位请跟着我一起来念 the man is sleeping at his desk the man is sleeping at his desk 反复的念诵 这个第二个答案 各位如果你是考模拟考题 后面都会有这个答案的原文 所以就可以利用它来练习 the man is typing at his desk 这个男人在他的桌上打字 the man is attending a meeting 这个男人正在参加一个会议 再看第四个 the man is drinking tea 这个男人正在喝茶 所以这样子不断的反复的去练习 刚开始你一定可能会中间打结 可能会重复可能会停顿等等的 或者自念的不标准 所以这时候你的 如果自己产生的声音不清楚 你在听力就一定会有这个障碍的 所以各位请准备 我们再来听一次 也跟着他一起来念诵一下下 这样子才有帮助的 the man is sleeping at his desk the man is typing at his desk the man is attending a meeting the man is drinking tea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型的题目 叫问与答 这时候他会问一个题目 在这三个答案当中来选择正确的答案 当然也是一样的 你是看不到这个英文字的 你只能听到声音 我们先来准备 先让大家先试验听一下 问出来之后 你就要回答 这是非常一对一的 他问什么 你就回答什么 各位请听一下 好 各位听到了 现在我们来先看一下字幕 等一下我们再告诉大家 怎么样继续的去练习 各位这时候请大家准备 我会放出来就停一下 放到这个地方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他这个去了多久 那这个用法 我等他念完了 我就立刻把声音停下来 请大家跟着我一起来念 请大家准备一下 看看能不能够不断地 学习这一句一句的练习 好 各位听到的就是这第一句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请各位再跟着念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好 这是我们听到的 请各位听到 他去了 他走了多久 然后我们再看到他的三个答案 我们先听第一个答案 a until tomorrow 直到明天 我们再看b的答案 for half an hour 大概有半个小时了 这就是我们的答案 他离开多久 有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我们再看 听第三个答案 see next week 下礼拜 这当然就不是我们的答案了 所以各位这样子 不断地去做一个简单的练习 好 各位养成习惯 听完之后 到后面去找他的原文 就是他的这个声音的原文 然后呢 跟着他学习 反复地去念诵 这时候你可以继续听题目 然后一边听题目 一边跟着他来念 请各位再来准备一下 我们再来重新地再听一下 他是这个题目是怎么呈现出来的 请大家准备 好 各位我们就开始跟着念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until tomorrow for half an hour next week 好 各位养成习惯 一直念 慢慢地 这个声音就会对你来讲 会越来越熟悉 我们再一遍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until tomorrow for half an hour next week 好 这时候各位 我们就把它移开 希望在你的声音当中 这个记忆当中 还能够记出声音 他当时问的就是 请问他离开了 走了多久 那我们说他大约有半个小时 我们再来准备听一下 好 所以各位朋友 很简单 我们在听的时候 就会觉得一次会彼此清楚 靠着这样子反复反复地练习 不光只是听 而且我们会主动地发出声音 学习他的声音越来越像 跟他的这个感觉 越来越能够吻合 这样子你的声音 听力就会越来越进步了 我们在这里介绍的是 第一种跟第二种 我们再简单回忆一下 第一种part one 叫看图选答 看到一个图片 我们就要听到声音 然后把它给找出答案 那这种题目 我们会先看图片 大概有一个keyword 就是主要的 这个男生在这里睡觉 所以我们就听到了这个keyword keyword就是视力品 当然这是在作答的时候 可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到后面去找出他的原文 因为我们在听的时候 没有这些文字的 只有这个图片 所以我们就练习 对着这个文字上 不断地反复地去练习 学习念得很顺畅 就好像你是那个发音的那个人 所以呢 这样子你的心里面的 你脑海里面的声音 跟他的声音就能够密合在一起了 所以这句话就说 the man is sleeping at his desk 然后我们再看到part two 就是问与答 一问一答 人家问出一个答案 你很快就要回答出来 那么这个当然需要你的训练 可是一样的 你也请你在听完之后 回去找他的原文 不断地反复地去对着练习 比如说他刚才说 他离开多久了 一个小时吗 还是半个小时呢 半个小时啊 你就自问自答 How long has he been gone 你就说for half an hour 这样子自问自答 那么总而言之 要准备听力 并不是只是去听 而是要自己产生去声音出来 你自己的肚子里有声音档 你才当你听到声音的时候 你才能够跟他去做一个 很快的一个密合 希望这样子的简单的介绍 对这个多艺考试的题目的 第一大类跟第二大类 大家在准备上会有帮助 当然我们说过 这种题目 其实你去考其他的考试 像音简考试啦等等 其实都大差不差 所以你准备的方式 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就是我们对于多艺听力的第一种 跟第二种题目的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你一定要去看 像是想听的 对于多艺听力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简单 很快你对于多艺听力的